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具体的也没跟我们说 你放心没什么事 姐夫 我饿了 想喝点粥 姐夫给你打去 姐夫 媽 媽 媽 這大早晨你怎麼來了 怎麼了 媽我跟您說件事 什麼事啊 老三他出了點事 蘇妍出什麼事了 不過現在已經沒事了 不是他本來出什麼事了 他出什麼事了 什麼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你知道什么呀 颜姐出车祸了 什么时候是 就昨天晚上 那她现在人呢 在医院 未婚夫已经去世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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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女儿没出事啊 就是万幸 心放宽一些 就是 你现在身体有病 又摊上这么个事 怎么办呢 就得挺住 就得坚强 没别的办法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身体怎么样啊 啊 我呀 我挺好的 哎 孩子出了这样的事 这 这当妈的 就像后辈有人使劲儿给了几拳似的 这一家伙就一机灵啊 反倒精神了 忘了自己的病了 真是 嗯 他们家来人了 来了 他父母身体都不好 他大哥大嫂来料理后事 我们这边 我就让老大去帮着 一块儿给忙活忙活 用不用我们帮着 不用 没事儿 都完事儿了 这人这一辈子 什么事儿都可能出 哎 怎么样 见着他们家人了 要见了 爸 是这样 好吗 他父母呢 身体不太好 派他哥哥和嫂子来的 怎么说的 他哥哥嫂子 妈 我说出来 你别不高兴了 我听他哥哥嫂子那个意思吧 这事儿有点怪苏颜 要不因为苏颜嘛 也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 这叫什么话呀 这都不讲道理了 是 我也这么认为 是 我也这么认为 另外 他们还说了 说这个葬礼吧 不想让咱家人缠合 他们家人自个儿就给弄了 还说 在葬礼上不想见到苏颜 那怎么办呢 自己 这苏颜要问起来呢 她怎么能不去见梁东最后一面啊 你说 我倒是有医者 你说 我 咱就跟苏颜这么说 就说那梁东啊 临终前跟医生有嘱托 她呢 不想见到苏颜 看她走的时候那个样子 她想留点好印象 这也就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了 那怎么办呢 就这么说吧 好了 妈 这钱也用不上 您留着吧 谁想得到呢 婚礼变葬礼了 我说你这一大早的 把我掉出来吗呀 我还上班呢 不是开门吗 不是 要是我跟你 我跟你说点事啊 你不是调动工作到这儿来了吗 是吧 我给你一电话号码 我呢 新的 那个老电话呢 我要用 又为了跟你联系方便 所以我现在呢 两个手机 你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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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吗你 你够有经验的呀 有什么经验的 你这都出事了 你别别别别别想就想 我跟你说啊 我一般啊 跟你联系那电话呀 我都放了单位 我不往家拿 也不知道那天怎么了 糊里糊涂就揣包里了 就放回家去了 我这一进家门 这正联系业务呢 我这喂 你那边呢 那电话就响了 我这边喂 你那边蹲儿 结果这事呢 就就 就让我老婆给发现了 我就跟你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两天啊 咱俩先别联系了 要是什么事呢 我跟你打电话 就别给我打了 说完了 就这事 那我上班去了 别别别别 行 等等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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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我想起来 还还有一事 这两天不散了 你是没见面吗 我也挺想你的 咱见个面 聊个天说说话 行吗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我觉得这是一好事 你就跟他坦白得乐 你就说你还喜欢我 你要是努力追着我 没准我还真就嫁给你了呢 这是 要是你想啊 我的孩子都那么大了 都十岁了 你说这 这 你 你就说当初 是吧 你说当初 那时候我追你的时候 你但凡你给我点亮光 你让我看到点希望 你今天当时我给你买多少礼物 哪怕你就接受一件 是吧 没准咱俩就好了 也不会后来那么多乱七八糟事的 马玉 我觉得你以前都是骗我的 你那只要说什么非我不取 对我好 你那些话 哪就是真的呀 你说你现在转脸儿孩子十岁了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一二 天地良心啊 我那时候跟你说的话都是心里话 全是真的话 没一句瞎话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什么就这么定了 不行 你说我在这儿 我也没什么朋友 那我出去吃饭 我点一桌子 我一个人吃啊 傻不傻呀 我要是生病了 你就让我一个人去医院啊 好意思嘛 那咱们说说吧 到底怎么办呢打算 你说 火花可以在北京搞 但骨灰 后天我们得带回去 对于费用嘛 你们出一半也可以 不出也无所谓 费用我们肯定得出 出多少我们都没有意见 骨灰 当然了 拉回到老家是对的 父母 你们都在哪儿 可是 拉回去之后 具体 是准备搁在墓地啊 还是搁在灵堂啊 恐怕得告诉我们一下去处 因为我女儿 等身体恢复了之后 可能 会想去见见她 骨灰放在哪儿 我们还没定过呢 行了 这不要说得那么具体了 我看 我们家本来就没有什么来往 以后呢也可能 不会再有什么来往 再说了 你女儿 我们又没有结婚 这又是一种 名不正言不顺的关系 是吧 你女儿又那么年轻 也那么漂亮 她以后还会再爱上别人的 至于我们骨灰放在哪儿 我看也没有必要再跟你们说 大姐 您还真别继续再往下说了 我觉得您说话可真是够不好听的 怎么难听呢 我妹妹怎么就没有权利知道 您弟弟的骨灰放在哪儿呢 我妹妹也同样是受害者 要相互理解一下 蓝蓝 要访过来的蓝蓝 互相要为对方多考虑一些 蓝蓝蓝 对吧 蓝蓝我来说行不行 刚才从你们的话里头我听得出来 可能你们对 你们弟弟和我小女儿的这桩婚事 都不太同意 但是现在人已经走了 你们还抱着这种不赞同的态度 来对待这个后世 这是非常不理性的 也是没有意义的 你们可以不喜欢我的女儿 但是你弟弟他很爱她 她最想见到的可能也是我女儿啊 如果你们用你们的态度 阻隔他们两个人见面 你们弟弟在那边都不会安心 如果你们真想为你们弟弟做点什么 就是应该把她的骨灰放在哪儿 告诉我女儿 这苏妍住院也有几天了吧 这苏妍住院也有几天了吧 我这个当大哥的事我得去看看 不去不合适了 明天明天我去看看她 明天不行 明天你可不能去 你得去给小曼开家长会 开家长会 你去不就完了吗 那每次家长会不都是你去吗 我约人了 约的中介 一个特别重要的客户 我必须得去 再说了你这小曼的家长 你怎么你也得去开一次吧 再说人家苏妍住院 一天两天也出不了院 你哪天去不行啊 就这么定了 那个 你工作调动那事 前几天不是请你们那主任吃饭了吗 怎么样了 没戏了 我们这主任啊 下个星期就调走了 怎么这么寸哪 什么事都能让你给撞上 饭吃了吧 酒也喝了吧 掉走了 别人想碰上都难 你一弄就碰上 一弄就碰上 你妹怎么样了 嗯 没事了 后天出院 你老公那手机还他了吗 嗯 干嘛 嗯 还得好 我跟你说啊 你就应该把手机还他 让他接着用 到时候我去找一下技术科大刘 让他把马月手机给监控起来 你真少胡扯啊 那可违反纪律 别那么死脑筋行不行啊 什么死脑筋啊 这原则问题啊 行行行行行行行 一这样也不荏何监控啊 象去成熟班 白豁 我第一不记得可能能有��� delay 到时候你就把她往马月车里一放 能录四十八个小时呢 她跟那女的说什么你都能知道 你说万一有一天 你跟马月要让闹得不愉快弄上法庭去 这就是证据 咱不能吃亏呀是不是 明儿就出院了 回头直接就上妈那儿去好不好 妈 我不去你那儿啊 你让妈照顾你几天 妈的给你 炖点什么 包包汤啊 你得补啊 你身体出了这么大的事故 妈的给你养一养啊好不好 好孩子 好不好 我不去你那儿啊 我回自己家 你回自个儿家哪儿行啊 你说你在自个儿那家里头 回头你触景生情 你心情不好 你且恢复不了呢 这样了妈 妈您别着急 要不然让苏妍去我那儿吧 我照顾她 你那么忙 你怎么照顾得了她呀 行了妈 您别操心了 我去我姐那儿 你姐挺忙的 你说 你非 行吧 咱们这期的选题我大概看了一下 还是沿着以前的路子走的 但是我觉得 你不认识 因为现在 什么呀这是 这苏妍姐的包裹要在前台 我给她签的 谁呀这是这么不开眼 还行魂大喜呢 说的是 她不会还不知道苏妍姐出事了吧 我们这么长时间也没见苏妍姐了 我们这么长时间也没见苏妍姐了 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那咱们去看看吧 那咱们去看看吧 别去了 之前我给她打过电话 她说暂时还不想跟我们见面 好了 不说她了 这是咱们的选题 我刚才说了 咱们现在的主持人 跟苏妍的风格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个人建议啊 咱们是不是把这个选题的风格 给稍微调一下 行 那你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 明日我接你去 好 行 挂了啊 那个小妍明天过来住啊 不 那个 那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呀 我好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啊 你有什么可准备的呀 你有什么可收拾的呀 不当然就准备了 这么一大活人 来咱们家人睡哪啊 跟我睡啊 那 那我呢 你去睡马俊那屋去 喂 我说媳妇 你想想那个孩子那床那么小 我们俩人怎么睡啊 急急啊 那 那她住多长时间啊 不知道 不是 什么叫不知道啊 我妹刚出了这么大一事 她又怀着孕呢 妈说了 让我照顾照顾她 还有啊 我们一到咱家来 你可别招她不高兴 我招人家干嘛呀 有一次再说了 你家有一个算一个 我敢招谁呀我呀 你放心吧 放心 行 那你进屋收拾收去吧 这样 我招手 我招手 不可以 我就抱住 我招手 打开 我招手 我招手 你招手 你招手 我招手 你招手 我招手 那我招手 你招手 快招手 快招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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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宋言 别害怕啊 没事吧 你 来 把包给我 你去歇一会儿 我帮你把衣服收拾收拾 没事 我去吧 你那箱子呢 里面呢 收拾 你起来 起来 起来 我帮你收拾 你这几件毛衣 我都给你拿着吧 哇 欸 这个衣服啊 挺保暖的 say she's in all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是 我怎么不能当鲜花啊 就是 你鲜花插在他牛肺上啊 我做多 来来来 我打扇 好 五字手 从这儿打 这三出院了 你没把他接在你这儿住嘞 你还能照顾照顾他 不爱跟我住 上他大姐那儿去了 也行吧 等一下啊 我先接个电话啊 好 等你出台 喂 哪位呀 喂校长 我们是评委会的 您好 我打电话是通知你们医生 你们的出赛胜出了 直接进入了副赛 是吗 太好了 谢谢您来电话 没事 再见 再见 猜猜是谁 谁来的 评委会丁立军主任 他说咱们出赛胜出 哇 出赛胜出了 好好好 出赛胜出了 但是咱们不能高兴太早啊 是吧 出赛胜出说明咱们万里长成 迈出的第一步 对吧 继续排练 继续提高 争取复杂爷爷的胜出 进入决赛 对 对 对不对 老婆 对对 老婆老婆 你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好不好 我们出赛胜就胜出了 我告诉你 我们应该很好的靠老靠老自己 文老师 咱们放一个星期这件好不好 每天都要打牌 打得十六圈 一个星期不排练呢 那可不 那你全回生了 哎呀 还急 大不可能 你必须一天得监制拍一遍才行 文老师 咱们想拿去这鱼 我全都 这样 这样 别吵 别吵 听我说 听我说啊 我建议呢 咱们中和一下吧 好的 你要说 咱们每天还接着排练 一天都不休息 老周也不干 咱们还真怕他 没没 所以呢 咱们这样 咱们是 干脆来个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好不好 咱们排三天练 然后咱们玩两天 再排三天 再玩两天 好不好 行 好 那咱们就今天先晒网 今天不打鱼 好 喂 喂 三天晒网脸 那就好 不行了 你别指着都坚持了 行了 让你晒两天网就不错了 你还 脸行嘛 真是 来就是业余 你来 不应该打两天 三打三 怎么没挣六呢 你这眼里 小天都说声 我们依旧参加了 就要参加好吧 一饼 来 我 我猜 行 行 行 好 赶紧在这儿先歇会 你 你要不要先去睡一会儿 给你消一苹果 天气干燥 多喝点水 害羞 我跟对雷请了几天假 在家好好陪陪你 你请什么假呀 你该忙忙你的去吧 我就想在这儿敬几天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给做 你怎么知道的 医生已经告诉我了 我劝你还是早点去 脱胎久了会很遭罪 我跟你说话的 这事咱妈知道吗 能让他知道吗 让他跟着着急 让他跟着生气 我自己一人能行 我能照顾我自己 你请什么价 行 你一人能行吗 你跟他逞什么能啊 得了得了 苏妍姐姐不是想跟你生气 故意的这么说你 你也别别在意别多想啊 我正好借着你这事呢 我也能歇两天 要没你的事对了也未必给我这价 来 喂 你说 事故认定很清楚 那辆大货车是逆行 负全部责任 司机属于疲劳驾驶 开着开着居然睡着了 当时啊 那位男车主 反应还算是很烦 关键时候 往右打了一把门 他跟副驾驶的那个女的 应该是夫妻 看样子感情挺不一般 要不然的话 搞不好两条命 全都没有了 好 知道了小刘 谢谢你啊 十三条 今天呢咱们就凑合着我给准备了点快餐 哎 省得你们一回去呀 就又不知道几点钟能集合了 这老年人都拖拖拉拉的啊 文老师啊 凑合吃啊 今后这个中午的快餐 都在你家吃了 你以后啊 每天中午预备一套午餐 凭什么呀 吃大户啊你们 你这么有钱 请动快餐算什么呀 我有钱能有老吴有钱吗 哎 人老吴那房子比我的都大 哎 胡穿奎 哎 今后的午餐都用你来负责 啊 行 明天开始我请客 哇 多好 好 肯定啊 顿顿请啊主 行 每天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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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又来吃看情报来了 那坏了 没事 咱们就说咱们今天开茶话会 还穿着衣裳呢 老早子来了 你怎么来了 又 你们怎么就吃这些东西啊 啊 啊 老头子 这个东西你不能吃的 嗯 成什么不能吃啊 我们都吃呢 不是 他跟你们不一样的 他有血糖膏 这个东西不能吃的 这个东西也不能喝啊 你怎么把他钱都拿走啊 你给他留点啊 你不知道 这个人哪 一点钱也不能多给他留的 他嘴巴很残的 钱一多了 他就买这些东西吃 吃完以后 他就血糖很高的了 就得吧 哎 老周我跟你讲啊 在这等我 我回家去给你做饭吃 好吧 你等着啊 哎 小的 记住了 这些东西不要吃的 小的 乖乖的 哦 神经病 行了 神经病您也跟人家过了好几十年了 给你生仨 你忍着吧你 不是 你血糖真高吗 没听你说过呀 啊 血糖高 我血压高 他老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记到了 让我吃啊 我就吃 你血糖不高你就吃吧 治疗 快点 stom 嗯 五分 生互证 离婚协议 交婚证 好 下一对儿 下一对儿 老苏 你不是说咱们这个工作 这张不能随随便便地盖吗 你不是说这每一对儿 至少要劝收五分钟以上吗 刚才这对儿 你用了不到五秒钟 这不太符合你一贯的工作作风 这不是你的风格呀 就刚才那对儿 还用劝吗 这俩往那儿一做 你这么一看 它就没有夫妻相 你说什么是有夫妻相啊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比方说 我害媳妇往那儿一做 你这么一看 它就有夫妻相 你比方说你吧 你别看我 你别看我 咱俩没夫妻相 咱俩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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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别来这事啊 我看看 你那俩忍了 Make sure you stay in there 你快礼 还是 一千万人 belum 叫阿姨好 阿姨好 你好 你那么可爱啊你 几岁了啊 三岁 三岁啊 喂 苏妍 那个 我跟你汇报一下 我又从英国回来了 那首先第一 那个你跟梁东的婚礼 我没去上 没当成这伴郎 我身表歉意 第二 我给梁东打了好多电话 都打不通 我想好好请你们俩吃个饭 给你们俩补偿一下 咱能再见个面啊 我知道他心情不好 不想见人 不是 苏妍 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苏妍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那天 心情好了 你给我打电话 我随叫随到 请你好好吃顿饭 不小心再说吧 就这样 拜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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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吃菜呀 你说你们每回回来呀 我就是发愁给你们做什么 六个菜都怕少老怕不够 结果做完你看看 剩一堆每次都 妈又吃不完 你们又不肯带走 最后都浪费了 吃吃吃吃 苏妍这次出的这个事啊 大家都挺难过的 当然了 最难受的就是苏妍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个方面 好的一面坏的一面 好的一面就是 你瞧这一出事啊 你的姐姐哥哥啊 还有弟弟啊 都很关心你 愿意帮助你 兄弟姐妹之间就应该这样 以后你们无论谁 出了什么事 大家都应该 互相帮助 互相爱护